《烈大夫中医教室》 主持人, 张怀烈中医师 星期二晚上的《烈大夫中医教室》 烈大夫现在喝着酒, 好像很他条 实际在录影之前, 其实他很透幸 因为你开张时, 很多东西都未到 因为我们说货运的问题 很多不同的师傅运送速度的问题 令我们有些床还未到 今天录影时间611, 明天612我开张 615就正式认诊了 但现在的床只是11张到1张 那就要排住队去认诊了 但我们很聪明, 我们有Plan B 所以我就会在其他不同类型的诊所 就立刻转床过去, 然后星期一我开门运过去 是, 明白 如果是这样, 其他地方会不会不够床? 不要紧要, 我计算过了 所谓算无为策, 我是神算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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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了, 既然你头痕 那是什么地方会最痕? 因为皮肤有时会很痕 我呢, 有时我都会 见到一些小朋友很陰公猪猪的 是 小时候已经有一些濕疹 或者一些皮肤病 纏绕着他 其实列大夫, 你觉得 当然, 你们也和我分析过 在香港有这些疲惊的地方 太多这些致问了 是 亦都关不关 可能会在妈妈怀孕的时候 其实吃了一些热毒的东西 令孩子出生有这些问题呢? 绝对会的, 鳄鱼 我们说以前传统医学上 就会有个胎毒的概念 胎毒就是妈妈在怀孕的过程 通常怀孕我们叫38至40周就出生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吃错了一些 导致人负过问的物质 包括一些我们经常说的五大天王 芒果榴莲、荔枝、龙眼菠萝 或者一些甲壳类海鲜 或者一些身体我们叫二蛋白 二蛋白是变异的二 那个二字呢 其实就是对于人体来说的吸收 它进去, 变成你的肉 变成你的组织 然后你的白血球 你的免疫系统经过 然后见到他就会觉得有怀疑 然后产生免疫反应 发炎, 攻击它 然后就会红肿 然后就会伤症 然后就会伤症 然后就会类似有湿疹 那些情况 我弟弟呢 从小时候也有这个 饱受这个皮肤病的困扰 我见到他那时候 就是总之身上 真的差不多没有好肉 颈, 手脚, 这些手指位 全部都有肿有红 各方面的东西 都很惨情 唯独是要可以彻底去根治 就是真的要塗了药膏 之后再要包扎好一点的伤口 让它没有拗得到 那在中医里面呢 当然, 药膏 这些很多有类固醇 如果我们说中医用的中药 外用药是绝对不会含有类固醇 但是当然 在香港的中医的规范上 我们见到以前有一些中医师 标榜自己是湿疹性手 我们近这几年 都见过几个好出名的中医师 然后原来呢 他针够前 饮完类固醇 然后刺下去 然后他的药膏 自制药膏 原来里面含有类固醇 我们是非常坚决 开他的名 譴责 当然了 名字有几个 但是大家如果在Google 或者上网找 已经可以找到他们 这些叫用类固醇的中医 他根本不配做中医师 这个是毁灭中医行业 这个是害群之马 即是像Panadol在凉茶一样 一模一样 你说要清热 我给你一粒退消药 一模一样 这些就是他自己不懂中医 然后见到哪一样的效果 这些小块又用了 类固醇在西医角度 也是有严格的规范 你就这样用了 那些小朋友 背脊容易生脂肪 脂肪容易增厚 然后手手脚容易出毛 所以有些小朋友 为何查一下类固醇 长了 然后那些汗毛 脚垃底毛 胸口毛都多了 这些就是我们说 一个不恰当 那个框架情况下 应用的类固醇 就会损害他的身体 好了 其实原则是否西医 如果他医这些皮肤的痕症 闲戒癌 是不是他一定会有类固醇 其实很多都有 但是当然 有很多小朋友 他是过敏的情况 就不恰当用的 不过西医 他们的训练 其实比较严格 所以他应用类固醇 他一定会按照标准来用 所以真的出现副作用风险 其实不算太高 不过如果他作为一个中医师 或者其他所谓治疗法 或者很多疗法的医师 然后他自己加一些西药 务求达到快速效果 但反而是弄巧反绝 因为他根本不懂得 剂量 要用多少才会出事 但是我们中医 真正中医 用的中药外用药物 基本上是百分百 不会含任何类固醇 譬如我不是做业务宣传 但我只是说我自己应用的草本的方案 我近年多两年 调配了一个比较好的湿疹药 效果是远超我之前曾经说过的指云膏 或者一般大家接触到的草药外用的药膏 但这个成份 我不单止有中草药 我还有一些外地草药 包括是印度草药 和斯里南卡的草药 我想问你 列大夫 一些南亚草药 如果有一个小朋友 你真的一断定 妈妈真的不生性 在她怀孕的时候 遣戒拉 然后这些炒虾擦蟹 魔果榴莲 荔枝龙眼 什么都吃完 弄到嬰儿这样的情况 戒不了口 你会用什么方法 首先第一件事是自标 就是立刻要给她 塗这些药膏 还是你有什么方法 和她拘臭她身体里面 读 读 是 其实自标自本 说真的 这是需要看病人的诉求 病人要有多少个诉求 第一就是 如果病人已经前夜难言 痴到妈都不能哭 然后 orthfect 染了血 满了满了 我见过很多小朋友 很惨的是全身性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第一步 当步指指甲 不要期望 立刻可以断断 她的美 第一步 先指痕 减少她的发现 一定要自标 所以自标并没有错 但你要看时间 你恰当的时间要自标 但是 当一段时间长了 譬如有些病人, 然后痕痕得很厉害 你真的查完类固醇, 西药, 或者用了一些清液解毒解表的中药 它真的清了一层, 但是它会犯法, 因为你未断尾 那个我们就讲自本, 所以第一步先减低它的生活的不息 第二步先寻找断尾的方向 OK, 如果你搞定它的生活的不息 除了药膏之外, 有没有什么东西要种得到? 因为小朋友通常不喜欢喝中药 所以我们有些营养高, 味道好的中药 大部分我们甘草的成分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其次就会应用一些通大便的, 化湿的, 利湿的方案 然后这类的方案恰当时间应用 然后中间假设它又接触了一些脂肪或者敏感的致敏源 进食好, 接触好, 我们就会再用一些指标的方案 在这个治本方案上加强它 然后一段时间, 通常两三个月会明显改善 你会不会建议这些肥肤症养症的小朋友 多吃一些蔬菜类的东西? 一定要的, 因为蔬菜类, 无论哪一类型的蔬菜 例如西方最喜欢吃的沙律菜 包括罗马山菜, 火箭菜, 火箭菜, 这些, 全部在我们的弱性来说都是偏良的 但是同一时间偏良的力, 它就减低了发炎的记率 所以为什么呢? 现在坊间你不是见到有些, 不知道什么, 米线那些, 经常在那里卖芫草 是吧? 是 芫草 他们说芫草正常, 以前我来调味 现在为什么变成了主菜呢? 这个你当见明, 但是在草本, 食物货上, 其实有大有道理 芫草其实在外国叫做欧芹, 欧洲的欧, 西芹的芹 这个欧芹类的全部的菜和物种, 它都是能够抗敏的 和减低了那个致敏的情况 在中药和中草药的角度, 它能够可以清热化湿和有利料作用 所以它可以减低过敏的情况 那换句话说, 其实如果是用喝芫草水, 或者煮一些的鱼片茶瓜 茶瓜芫草汤, 这些小朋友喝, 其实也有好处 有作用的, 可以降火 所以我们以前也要 嗯, 明白 但是要求这些小朋友吃蔬菜, 其实是一件挺痛苦的事 绝对是, 因为有些小朋友不喜欢绿色, 不喜欢橙色 这两个颜色不喜欢 虽然我们也不喜欢蓝色 但是有些人, 我们说颜色的取向, 其实最重要就是 五色五味入五藏 我们包括红色的食物, 可以养心的在我们角度 黑色的食物, 为什么以前常常说黑芝麻, 黑豆可以补腎 因为它可以入神, 身为水, 水为黑 所以不同的颜色是利用颜色和天地的奥耳 用来调理身体 所以颜色是不应该有偏颇 每一种颜色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黑色的事 不是Live Matters 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列大夫, 我相信你摸过不同人的肌膚无数 尤其是女性 立刻收手 立刻收手 但问题是, 我也跟你谈一谈交流一下 很多人的皮肤, 性质都很不同 有些摸下去就比较粗糙 有些真的是冰姬雪枯 尤其是女孩子, 一摸下去, 哇, 鸡蛋吹蛋得破 哇, 不留手, 像豆腐一摸下去 但有一些摸下去就粗糙糙 背部有一些暗毛的情况 或者有些摸下去, 为什么有那么多脂肪粒 沙子的情况 也有些摸下去就已经不开胃了 又暗又黑又灰 皮肤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同呢?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曾经在一集讲过 跟我们以前古代九州的婚姻和人口 它本身的DNA有关 但今集我们不讲DNA 我们直接由局部讲回 皮肤的结构其实有表层 以前讲的真皮层 通常你摸下去, 你会觉得粗糙的皮肤 它的毛浪和它本身的油脂分泌是出现问题 我们经常见到有些女孩子 其实很年轻, 讲到十八九岁或者二十多岁 正常皮肤应该是 我们叫那个成语, 我不记得 催止可破, 弹止可破 催淡得破 催淡不破 但是我们见到有些女孩子 你镜头近一点, 看下去 你会见到 它会有一些类似粒粒粒 有青筋的心脉 不, 那个太大了 但我们讲的是皮肤的质地 在纹理上它没有问题 但是原来发现 在它的毛浪和油脂腺分泌的洞 它会有一些黑色 好像像黑头类型的物体 包括背部很容易见 或者很多女孩子在小腿上 会出现这个情况 其实是她以前 可能在梅的时候 或者她在青春期之前 她是有肥半的情况 然后她的脂肪细胞 会重新聚集 和重裂在她的皮肤的表层 然后就会有一些类似 脂肪抛的东西 然后她的年纪大了一点 譬如去到二十多岁 近三十岁 然后这些脂肪抛 纵使她瘦了 其实她一直会储存 在她的表皮上 这一个呢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解表的药物 而且鼓励那个女孩子 做多些运动排行 她可以慢慢减少 而毛孔的问题 有些毛正常 毛孔凸出来 她不会脏 不会脏 但是我们摸下去 有些女孩子 或者某些人的皮肤上 你一摸 会发现她的毛囊 下面连着皮肤 是好像一个金字塔仔 这样凸出来 所以才会导致粗躁的情况 这个就是她身体 存在着一个过敏的反应 所以好像很多女孩子 例如吃完一些海鲜 吃完一些致敏的情况 的一些食物 她就会导致她 有一个广泛性毛囊的发炎 所以我们说毛囊的发炎 中医的角度 清肺 然后减低她发炎 和过敏的几率 我们就可以令到她的皮肤 慢慢慢慢变回滑 好了 这一节最后结尾 都最后一个问题 问一问你 很多女孩子都现在喜欢玩大路背 但我最喜欢 在地铁里面 或者走上楼梯的时候 就看看你的背部 究竟是否值得可以露背 当然 就好像被楼弹炸爆了 很多瘡 暗瘡 疤痕 这样 发现很多女孩子 尤其是背部 都不知道为什么 不在面身上 而在背部身上 为什么会这么奇怪 中医分形叫肺烈 但实际在整体饭食上很重要 因为我们见到近十多二十年 其实症制堂的应用是非常多 如果你只要很简单 不需要看中医 不需要看西医 第一步 各位想要滑滑靓靓的肌肤的朋友 第一步先减糖 或者戒糖 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的症制堂 并不是天然的产物 包括我们说借糖革命 之前说的十九世纪 在北美洲的借糖革命 如果不是 就不会有林肯的 南北独立的一个战争 这个借糖和棉花的历史 其实就衍生了 现在我们这八多年的人类 不停滥用任何的糖分 所以我们说减糖 戒糖 你不需要管你是肺烈好 胃烈好 肝火好 第一步先戒糖 第二步你试一下 善食上非常非常清淡 然后你的皮肤自然会变美 当然也要做多做运动 带氧运动 流多些汗 令到你们的毛孔 是会张开 把毒素 连同汗水 骯髒东西都排出来 那就不会积聚了一些骯髒东西 就那么容易细菌感染 对 好 回到第二节的列大夫中医教室 看完这么精彩的节目 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支持我们的独立网媒 让我们有能力将知识和真相报道给大家 麻烦各位可以数一下以下的payme 或者转数大QR Code 帮帮我们继续支持下去 多谢各位 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